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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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个月 两个月以上 再加上有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肚子痛或排便异常 那此时你就要非常小心 是不是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如果是痔疮部分的话 那其实你到专科的大肠 直肠 外科的医师的门诊 那他会透过肛门止诊或肛门静的检查 就可以确定你的肛管那个痔疮的位置 是不是产生一些发炎 肿痛的问题 那如果是大肠癌的部分 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大肠内视镜的检查 那他就可能需要事前的功夫比较多 那大肠内视镜的检查 是诊断大肠癌的一个黄金检查 那如果是大肠癌的治疗部分呢 除了你一开始要做大肠镜的检查之外 医师还会安排其他影像检查 比如说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 来确定你的期数 那如果是比较早期的一到二期的话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病人 其实你赶尽快接受手术 这就会是一个最好的治疗 那如果你来到第三期的话 手术完之后可能需要追加一些 辅助性的化学治疗 那如果是第四期的民众呢 就会需要你跟医师共同来讨论 哪些状况是必须要去做的 因为这是第四期的民众的话 是需要打造专属于你个人的治疗计划 就是如果你就医过后 拿到一些药膏药物治疗的话 你就遵循医师告诉你的 怎么样使用的方法 那另外你在家里也可以温水做浴 温水做浴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脸盆然后装你洗澡水 就是你常常用的那种温度的水 也不用太烫 那可以浸泡三到五分钟 可以缓解那个不是 然后加速它血液循环 可以达到消腫的效果 那另外呢我常常会跟病人说 你今天如果像你去看牙医 牙医一定会跟你说 你要常常刷牙才不会蛀牙 再看牙医 那痔疮的医师呢也是 智琳姐姐我也希望提醒民众呢 就是你在家里 平常就要摄取足够的水分 还有膳食纤维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熬夜久坐久站 这样不然你就会常常来找我 医师诊老师的朋友们 如果你平常都有发生血便的问题 不要觉得它是小问题 觉得它只是痔疮刚裂而已 它也有可能是大肠癌 躲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不要忽略任何身体的警讯 如果你持续有血便的问题 请要尽快就医 至于要怎么样对抗痔疮呢 下一次智琳姐姐就会教你一起 如何对抗痔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